現在要來進入我們的主題 就是我們2018年的審卡排行榜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簡單的東西 就是這次的投票的話 我們的總投票就總共有416個人來投 那他的無效票是25票 所以他的有效票總共來到了391票 他的訊息水準是93% 所以這次也算是蠻高的 其實大家如果每週都來聽直播 這台子都在聽LINE 好,大家都試一下5對不對 好,那我們就先看第五名 第五名到底是哪一間銀行呢? 哪一間銀行的信用卡 我們來看一下 3,2,等一下 有面子吃到了 3,2,1 看到嗎? 有看到沙達銀行的現金回饋於新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有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其實他在3、4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推出來了 但是他是在左右 2017年年底吧 他有做了這所謂的權益升級 所以他就變得還不錯 他其實卡片也算蠻好看 你可以看到他旁邊那個線 是一個綠色的線嗎? 所以他這整體的這個感覺真的非常好 對 那他的得票數總共是拿到了這個 所謂的14票 他的得票率是4% 也就是說每100個人裡面呢 都有4個人去選他是神卡 這樣子 JJ122 沒有,這張卡片其實真的還不錯 對,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倒是也可以辦下來使用這樣子 好,要刷12次 其實12次沒有很困難啊 如果你去那個佳樂福 就是每一次結帳的時候 就保留一元刷卡結帳 就用這張卡片結 其實12次是很容易可以 就是wave 掉 那再來還有一個好康 可以跟大家講 如果你都沒有刷他 那你這樣放了一年之後 不是會出年費嗎? 那他到時候呢 就是他會 他說年費之後 你可以打電話進去跟他 argue 然後他就可以講說 那個寶可夢先生 我這邊有一個方案提供給你 就是你只要拿這張卡片 又刷三筆 我就送你100塊刷卡金 所以你這樣 你又可以再賺到100塊了 是不是很不錯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你 有想要賺這100塊 然後又想要拿 又不想刷太多的話 其實你就是 這張卡片辦下來放的就好 好,那每一年都可以領到100塊錢 JADA以前的話 數是一個月內不現金的一筆 就刪除年費 好 除了刪除年費以外 現在就是還可以 就是還可以再多送你刷卡金 這個還不錯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一般的 投票觀眾的一些意見 有人講到說 現金回饋很多 明年還有的話會續辦 會辦卡 其實現金回饋 他這張卡片 基本上 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麼更動 因為1.88% 其實 應該算是蠻穩定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個 穩定輸出的信用卡 其實這張卡片也可以保留 如果你是喜歡現金回饋 不喜歡點數的部分 那還有人講到說 不用花心思思考 買什麼東西刷什麼卡 再忙的人刷這一張就對了 所以他也是某種程度的無腦卡 就是卡面好看 然後你平常放在 皮包裡面拿出來刷就好 這也算是蠻簡單的 這是一張回饋很高的卡 可以無腦刷 無腦刷1.88% 現金回饋最高 好用 1.88%雖然不是本年度最高 但也很有誠意的 我覺得很賴 所以大家眼睛都是血亮的 就覺得說 銀行的這個回饋真的不錯 雖然在國內使用1.88% 實在太厲害了 在沒有入里程卡坑以前 加打真的很好用 也就是說 這位就是我們的粉絲朋友 他來填表的這個 他現在應該已經不在這個 現金回饋坑裡面 他應該跑到里程的這個坑裡面 Martini訴說 對話不方便 沒有錯 這張卡片他其實 沒有像其他的現金回饋卡一樣 就是刺激直接摺取賬單 但是呢 他放在你的帳上也是不會過期的 你只要就是每個 每年都有去跟他拿100塊錢 然後這個卡片基本上就可以留 這樣子還不錯